已破产的加密货币交易平台FTX创办人及执行长班克曼·弗里特 因为窃取客户80亿美元今天被法官判处了25年徒刑 班克曼·弗里特誓言上诉 路透社报道FTX在2022年崩垮 被检方称为美国史上最大一桩金融的欺诈案之一 陪审团于去年10月2日认定班克曼·弗里特犯下的两项电汇欺诈 四项共谋欺诈及一项共谋洗钱等七项罪行 美国联邦地区法院法官凯普兰今天在曼哈顿一处法院宣布判刑结果 并称班克曼·弗里特毫无回忆 现年32岁的班克曼·弗里特身穿米色短袖T恤 他在庭上向法官坦承 FTX的客户饱受折磨 并向FTX前同事道歉 但不承认自己犯罪 他以誓言会就有罪判决和刑期提出上诉 人设为天才男孩的班克曼·弗里特 一度将FTX推升为加密货币交易平台的龙头 虽在一席间跌落神坛 从加密货币的圈豪杰伦为过街老鼠 检察官威廉斯在声明中说 班克曼·弗里特故意且持续说谎 证明他恬不知耻的罔顾客户期待 而且目无法计